今天周老师就传授大家一个牛逼的赚钱法则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小富靠的是辛苦努力 中富靠的是时代 靠的是趋势 巨富靠的是福报 靠的是命 最近周老师要写一本新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了凡四逊》 给你们讲个故事 讲个故事 了凡这个人 他以前很不相信风水 结果 他遇到了一个很牛逼的中学师 就把他整个命格全算清楚 哪一岁考试考多少分 几岁找女朋友 几岁结婚 得的重的是什么官 全算准 而且算到他这辈子无二无女 五十岁就会死亡 这辈子只能当一个芝麻绿豆小官 他刚开始不相信 结果后来他发现算得全准 他从此就不想奋斗了 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残师 这个残师跟他说了 他之所以把你的命给你算准 是因为你上辈子的福报 只能享受这辈子这点东西 但是如果你在不停的增长福报的话 你命是可以改变的 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告诉我 他说我最想要可能生儿子 成龙接代呀 咱不孝友善无后为大呀 老师就说了 那这样吧 你只要做一万件好事 你就能够生上孩子 生儿子 他刚开始不相信呀 但是他也得试试啊 不能绝后啊 哎呀扶老太太过河呀 这个给乞丐施舍呀 结果干了两年 泄气了 什么时候能攒到一万件呀 他每一次做一件善事 就记在自己的那个功劳簿上 结果到最后 一年以后 那个禅师说 你不用切点 你已经实现了 今年你一定会生儿子 他刚开始不相信 结果真省啊 生完以后他就很诧异啊 马上就找到这个禅师 说怎么回事 我没有做到一万件善事啊 他说你现在是个 芝麻利多的县官 你们县去年发了洪水 都受灾了 你向朝廷帮助你 治下的百姓 捡了一年的税付 有没有这件事 他说有啊 你治下百姓多少人 一万三千人 一万三千人 你做了这一件好事 就相当于 你做了一万三千件好事啊 瞬间这个人明白了 从此以后 他就开始做善事 结果有了儿子 有了女儿 得了高官 五十多岁的杨寿 活了将近八十多岁 真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你们一定要看 《了凡事件》这段书